邓部长 黄董事长 还有我们蔡主委 各位相关政府部门主管 各位委员同仁 媒体朋友 各位请邓部长答选好吗 谢谢 定位你好 部长你好 部长这个核电这个问题 基本上 这个当然原来是专业的问题 现在变成政治的这个问题了 那主要就是福岛事件之后 大家看到日本的福岛电厂 这种脆弱的这种情形 这种污染的这种情形 我就跟黄仲秋董事长一起 德国政府邀请我们去访问过 人家德国政府也讲 我们去的时候他还讲说 核能电厂是安全的 都要研议15年 等到福岛事件完了以后 德国政府多负责 派他的副代表到我办公室讲 不是安全的了 不再研议了 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今天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慎重 这个部长我们可以看到 像上个礼拜 有一群我们台大的教授同事 同仁他们来这个拜访我 他们有几百个教授在推动 说应该要有一个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法 或者是清理法 应该要有这样一个法 你看到我们医疗废弃物 都有相关的这个规范 那何况是放射性的废弃物 这种放射性废弃物可能衍生的问题 灾难跟风险 是影响我们后代子孙的 影响整个土地大面积的运用 影响到我们人民生活 跟健康的环境的很大一部分 那到现在为止 像这些放射性的这些相关的处理 都是台电这里说了算 那这种我是觉得是不是应该 你看像这个像我们的都更条例 怎么拆 什么都更 现在都有全民参与的这个机制 要有工厅会的这个机制 专家客观第三者的这个机制 那我们现在在这些方面都没有 这部分是不是 部长你觉得我们应该有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法 通过之后再来处理这些相关的问题 是 那个报告委员 现在已经有一个 现在已经有一个法律了 这个应该是 我们的废弃物清理法嘛 废弃物清理法 对啊 可是问题是放射性的废弃物 这个特别的这个重要 而且特别的这个各国 你可以看到也都有啊 现在两个方法去处理了 一个就是新立一个法 第二个就是在原来的法律里面 看能不能去提修正案 我觉得我也同意您的方向 我觉得应该有专法 应该有专法 你也看到我们的核能后端基金啊 这个台电就怎么样用就怎么样用 就借走了 就是这种情形 那这个跟整个的核废料的 这个后端的这个处理啊 都是关键重要的 而且像这种东西都应该要有 客观的团体 公开的透明的资讯 这些来做的 这一部分呢 是不是你同意啊 应该要废弃物 放射性这个废弃物的管理法以后 再来处理这些下关的问题 而且这个立法是刻不容缓的 而且是化解目前呢 这个政治争议的 让民众参与嘛 公开透明机制嘛 专家的这个机制 审核机制嘛 这个处理的过程 我们您说的原则一点都没错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立了法以后 再来处理 因为它这个核废料的问题啊 现在什么都要依法行政啊 现在什么都要依法行政啊 何况这么重大争议的问题 你看到昨天 这个多少人走上街头啊 对 那就是说 我觉得啦 就是说我们今天迫切的问题 还是要赶快去处理 立法有时候 立法有时候 它那个时间啊 有时候还是比较不容易掌握 这该做的事情 是不是现有的程序 你该做的事情 就被人家质疑了嘛 对不对 它不是一个透明 公开的这种情形 它也没有公民参与的这个机制 它没有专家这个评审评见的这样子一个 这个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这些关系 这些都是你们指定的 什么人什么人在这个后端营运基金里面 对不对 那这种我觉得啊 是化解争议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是政治性的这个问题啊 政治性的问题啊 对不对 那我也看 你说这个核废料 这个受到转运到第三国处理 现在我们台美之间的协议 美国现在是只要报他们同意就行的是吧 是不是他现在已经同意了 在约里面他就同意我们 送到法国还有双方同意的国家处理 这个将来你废料送出去以后 将来还是有废料还会再运回来嘛 财余的部分 对 财余的 大概五分之一 根本还是要处理嘛 根本还是要处理 还是要 还是要面对它 对不对 所以你最终的这个处理场还是要有 还是要有 是 是 对不对 那像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发现 这个 这些问题啊都是要根本解决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 讲到Ariva这个公司啊 这个法国公司啊 事实上他也面临到财务上的这个问题 他的这个 这个过去这段时间累积了亏损48亿 这个欧元 他在德国的Ariva分公司要裁员1500人 那这个都增加了不确定性 他财务上存在着严重问题的话 我们委托招标 那会不会存在着另外一种风险呢 血本无归呢到时候 约都要处理 而且他有一些履约的保证啦 这约里面应该都有妥胜的 妥适的一个去处理 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啊 我们看到这个 当然相关的报导里面报导 就是Ariva凭倒闭 台电的这个核废料成为救生圈 这个里面也特别提到一些人事啊 这个里面讲说 核一核二厂目前使用的核燃料 就是Ariva公司提供的 核市场的部分电器设备 也是Ariva提供的 此次同行的团员里面啊 说有核能学会民间团体代表 同行的秘书啊 黄晓生啊 说是他早年台电核能相关部门的主管 退休后转往民间公司 成为Ariva台湾区的执行董事 然后2012年在Ariva退休 成为核能学会的秘书长 他过去就以董事的身份 几度的陪我们的黄仲球 董事长啊 去这个处理相关的这个协调啊 这个我们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政府的采购法里面 明白着这个规定啊 有这个利益冲突回避的这个原则啊 有这个反旋转门的这个条款啊 最反对的就是像国防采购过去的时候 就曾经出现嘛 今天的采购官 明天就变成军火商了 这种利益私相受受 保持自己的这个利益 这一部分 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就看得很明显 那这个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利益回避 当然一定要避免的 他应该有一个很 我不知道那个 那个陈副总能不能告诉我 刚刚委员说的那个现象存不存在 是不是有我们退休的同仁 又去Ariva做事 有没有这个现象呢 对啊 这个你总有一个限制啊 对不对 台电也是国一事业啊 对不对 他那个利益回避 一定要严格遵守的 这个我想我们会坚持这一部分 不过我请那个陈副总解释一下 过去跟您报告一下 过去有没有这个现象呢 他有没有合乎 我们利益回避的规定 是 他这个黄小生先生 他是在台电公司的这个核能部门里面当基层的这个主管 那他的这个到退休以后 那么他到其他的公司去服务 都符合我们利益回避的这个规定 都符合利益回避的这个情形 那他过去的长官过去的部署同仁都是他的关系啊 对不对 那在这个采购招标这个过程里面 会不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呢 不会 我们所有的招标的过程是一律要符合我们所有的这方面的这个规定 采购法相关的这种规定 我们招标的是公开招标 我们的采购法里面都有规定 五年之内 还不得担任单位原来任何的这个 是 他已经退休十几年了 他现在也从Alviva退休了 所以都没有这方面的 反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提出来 就是这个 这些相关的这种情形呢 我们看到 这个第一个 这个Alviva这个本身 他财务有严重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变成他的救生圈 然后我们当然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合一合二场啊 能够运转到借零这个退休的这个时间 这种短期这种处理法 可是问题是我们一再的强调 关于放射性废弃物啊 争议这么大 我们连医疗废弃物什么相关的都有 相关的这个法明确的规范 废水都有明确的规范啊 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法 我觉得是刻不容缓的 而且应该优先立法 立法了以后再来处理这些事情 那有独立操卵机构 有公平透明的查核 有这个公民参与的机制 这样的情形才不会引发争议 否则的话 科技的问题变成政治的问题啊 这一部分 所以说根本知道还是这样子解决啊 而且我们也看到啊 事实上像现在这几个电 这个核市场的这个争议啊 那我们过去也曾经举例了 说这个现在投资现在两千多亿嘛 是吧 两千多亿 你现在作为这个 呃 培垒的话 那打掉的话 台电马上就挂了 好 那我们看到美国有命令 像Zimmer这个电厂 过去的时候完工了87% 95% 可是因为工程上有缺失 就后来转为气电工生厂 转为这个火力发电厂 那现在天然气啊 叶岩气啊 现在也都降价了 那有没有可能你们认真地去评估嘛 不要算在党政协调的时候都是 或是这个朝野这个协调的时候 都是你们单方面 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你可以去认真评估 这样增加电费多少 那它400公顷的那么大的厂区 它当然有调整的空间啊 而且大家也觉得 在我们的这个东海岸 那个这个地方 它这个 它也需要 需要这个有相关的这种 仓储供应的这个设施啊 而且本来书号感觉 闲置在那个地方很多啊 对不对 那这些都可以考量嘛 就可以让2000多亿的这个赔垒 不会完全被人赔垒 而且让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缺电的这个危机 有另外取代的方法 国外有的经验 这么多教授 曾经台湾人参与的这些教授学者 他也做了这样的建议 那你们就认真去做评估嘛 是的 是 当然这个这个 这个都是 所以说现在先 现在状况就先封存嘛 那刚才您说的那些因素 大家一起 一起再来考虑 多参与 公众参与 而且现在封存啊 也需要花大笔的钱啊 这个老实讲 现在学者 也有很多教授 他们也讲了 说这个封存本身 就不是一个聪明的这个办法 现在花大钱去维护 将来如果要起封 那不知道花多少钱 而且要再起封的可能性 几乎是维乎其为 以目前这种 他的这种工程品质 已经延宕了这么久了 时间拖更久 要再起封怎么可能 现在就转型嘛 好不好 现在有主席已经站起来了 这个我们的时间 比主席的时间还是少一点 好 好 我们先